我們頭條先聚焦話題是 我國屏東琉球級的漁船 東盛級16號 在海上作業的時候 行駛經過日本沖織鳥爭議海域 竟然被日本方面連人帶船扣押 在家屬繳交了保證金之後 今天下午外交部證實 人 船都已經在3點40分獲釋 船長預計傍晚6點搭機飛往硫磺島 再換乘直升機返回漁船 預計明天凌晨返國 不過沖織鳥有沒有200海里的經濟海域 聯合國都還沒下定論 日本就強制壓人 總統府今天大動作的召開 國安高層會議因應 屏東琉球級漁船東盛級號 25號清晨在沖織鳥礁附近公海 被日本公務船扣押 家屬擊壞了 趕在26號中午前 把170萬保證金 匯給我國駐日代表處 但整個押船事發過程 還是讓家屬氣憤難耐 5點半 他來跟我們說 是跟我們庭船有檢查 我們也有檢查 檢查現在我們村長 已經去到靠一靠 就沒人聽到的 你也要看我們政府 你也要跟我們出動一下 我們這財產死亡問題 你也跟我們帶我們 去帶圓圓的 怎麼可以說我們傳傳 不然你政府幫我們幫忙一下 船主表示追捕過程中 東盛級號向漁業署詢問 台灣官方都說沒有違法 聽傳後卻被日方扣押 外交部就曾經在一兩年前 103年 曾經含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要提醒周知漁民 避免前往爭議海域 也就是沖之島的12海里的 零海以外到200海里之間 這個海域就是日方所宣稱的 它的專屬經濟海域 海域問題有爭議 這次馬總統態度也超積極 在25號下午短短幾個小時內 火速找來副總統 行政院長國安會 衛交部等相關單位 召勘國安高層會議 並發聲明強調 日本沖之鳥礁 能否符合聯合國海洋公約法 島嶼的定義存有極大爭議 法律地位未定前 日本應遵守我國 在該海域有航行及捕魚的權益 要求日方盡速釋放人船 把我們的漁船強壓 我覺得這是一件不對的事情 我們支持馬總統的做法 民進黨籍的國會議長 支持府方看法 不過民進黨中央 對日態度卻是相對保守 衝之鳥礁的這個事件 我們認為就是政府應該 儘快瞭解這個事情的 實際的狀況 並且要協助我國的漁民 確保他們的權益 比起現任政府的嚴正抗議 新任政府靜觀其變 漁船酷壓事件 讓台日關係出現變數 中間似乎也多了政治操作空間 有段TV另外是黃晨台北報導 素心 我們請教導 這件事 勞強見 我們再次請教導 安排